您的出席 兄弟姐妹们 4月26日 哎呀 七哥不录个小视频好像不对劲呢 是吧 啊 啊 兄弟姐妹们 4月26日大家好 我的手机 很多人這樣發信息,哎呀,看不到七哥,很難受 哪咱就讓你砍砍,翻著不熟氣,是吧 哎呀,兄弟姐妹,今天紐約天真好 這中央公園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哎呀,對面,今天是陰天,但是我就喜歡紐約 就這種中央公園陰天的感覺,特別特別的棒啊 哎呀,大家看到了啊,北京成啥樣了 北京成成什麼樣了啊,希望在北京的兄弟姐妹們 真心的注意到,北京城的戒嚴在未來啊 一步會加一步,會很慘,在醫院的病人趕快回家 特別是二環以外的各區啊,直到戒嚴的時候 我跟你說,會很慘,停電,停水,甚至一兩個月 也不知道你下樓,有的人說,哎呀,我在我家旁邊租了個倉庫 放了多少東西,你能下到你家樓嗎? 你能去得了你家倉庫嗎?上海的教訓還不深刻嗎? 你說兄弟姐妹們,希望大家真的能過這一關 第二個就是,關於艾勒馬斯克買了推特 現在全世界新聞啊,很多人有各種這樣那樣的想法 七哥本人都在問七哥本人什麼想法,什麼看法 首先一點,我覺得艾勒馬斯克很聰明,很聰明 買這個推特,對整個社交媒體的世界是巨大的衝擊和改革 三分政治,三分經濟,三分賭博 不管這個推特未來怎麼樣,都是兩黨 美國兩黨和西方世界所謂的言論自由和言論管制的一個最激烈的戰場 誰擁有這個推特,誰都要為過去的推特歷史買單 誰都會受過去歷史上十幾年來,兩派較量的繼續的折磨 兩黨的折磨,這是肯定的 不管是艾勒馬斯克還是索比斯啊,這個買啊,這個亞馬遜都一樣 這都本質的一樣 第二個呢,我說經濟上,他長期上不會看好 這個不管如何,就社交媒體,你想弄出發的像 這艾勒馬斯克像這個發這個火箭一樣啊,巨大的突破 突破到了,就所有媒體不能活,就他能活,那是不可能的 社交媒體的這個技術,天花板在這擺著呢 但是艾勒馬斯克一定會玩出花樣啊,一定會有幾個高潮啊 但最終,那我不相信推特能給他掙錢 不可能給他掙錢,這個經濟上,三分的經濟 目前看是好的,長期看一定是不好的 第三個呢,我說賭博啊,這個事兒中國在裡邊的影子太深刻了啊 不管艾勒馬斯克有沒有,有沒有這個跟中共合作 都會被扣上這個帽子啊,但願他不會跟他合作啊 沾上中共啊,那你就玩球彈了,是吧 所以說,這三分賭博,嗯 對咱們蓋特來講,兄弟姐妹們 我可以這麼說,從目前他說完以後 我感覺到是最多的是挑戰和機會 如果咱們的蓋特啊,說這個社交媒體只剩推特一家 不讓你蓋特玩,不讓任何社交媒體玩 不可能的啊,社交媒體一定是江湖上啊 各幫派全都能活下去,才叫社交媒體的江湖 但是活下去,你的技術,你的服務,體驗,你的功能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未來,你的創新啊 蓋特走的路,是未來是完全靠內容,靠技術 靠蓋特配,啊,生存下去 我覺得,而且蓋特的投資者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實力啊 蓋特的投資者都很棒啊 那麼,作為咱們一個爆料革命,蹭這個蓋特啊 蹭蓋特,在蓋特上面發揮作用滅共的平臺 對咱來講,是永遠是足夠的,完呢 那麼,剩下的問題,我覺得經濟上,蓋特長期來講 一定是包袱最輕,成本最合理,而且未來的發展空間最大 對待蓋特來講,半點不會受影響,還會有機會 相反,未來在推特上被擠壓和在社交媒體上不適應的人 只能來蓋特啊,所以說蓋特就有點是諾亞方舟的感覺 媒體界的諾亞方舟啊,一點都不用懷疑啊 對蓋特,但是技術上是個機會,團隊 如果你跟不上,或者技術上你落後,那你是要吃大虧的 會被貶值啊,會忽上忽下啊 所以說,我覺得挑戰就會蓋特帶來機會 挑戰也會給蓋特帶來價值 相反,挑戰也可能給蓋特帶來巨大的災難 災難就是管理團隊的問題 但願吧,他們能管好啊 但對我們爆料革命來講,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沒腦事 沒腦事 還有一個兄弟姐妹們 就是這兩天上海的,你看隔離啊 大家關注越來越少了 這就是中國人,這就是共產黨 鄭州水摘死多少人誰問呢 四川地震被貪污誰還記得啊 香港死多少人小孩誰還記得啊 深圳死多少人誰記得啊 長春死多少人你問嘛,你想嘛 上海很快也過去 所以中國人那種人吧,就是這個 中國人就是這個耐性 耐性啊,很強 忘記性,忘記的能力比哪國都強 創新和團結的勇氣比哪國都弱 所以說他不引來這種共產黨的魔鬼 那才斜著門兒呢 是吧,搶劫了你家,強姦了你家 過幾天你又忘了啊,他不再來嗎 是不是,所以共產黨已經做好了 長期的中國到北朝鮮的生活模式啊 然後這個是長期的讓中國人民活在 豬狗不如的生活中啊 他必須從社會的電上,水上,交通上 供給上,物資上,精神上 媒體上,話語權上啊 讓你所有的人啊,都適應這種 走回到文化大革命生活的那種方式啊 所以說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長春,大連,海口啊 像這種地方,鄭州,是吧 未來像長沙,馬上又有長沙了啊 都會讓你活的啊,豬狗不如 每天活在顛簸和失去尊嚴啊 自己和人和畜生都不能分別的程度 讓你睡在馬路上啊 這就是共產黨啊 說實在話,能逃出中國的有幾個人啊 十四億人,你逃出一千萬 五千萬,一個億 共產黨的那天,他在乎都不在乎你 還有十三個億奴隸呢 是吧 不管怎麼折騰,中南坑和共產黨的那些政治局委員們 家裡邊該吃啥吃啥,該喝啥喝啥 一點兒也不少,而且比過去還更好 奴隸多了,似乎的人多了 是吧,想跟這些當官雙秀的人多了 一個饅頭就換一個花姑娘 那當官家那饅頭不多了去了嗎 是吧 更極權,更獨裁,更殘酷 然後呢,上下就只有兩級 就是黃級,中國的皇帝這一級 中國共產黨的大官們 然後奴隸級,就是老百姓 不管你承不承認,你想不想面對,他都來了 就像現在中國的軍隊一樣 現在軍隊的訓話已經明確說了 你們回家吃什麼,看你們家有什麼吃呢 未來幾年你想吃什麼 你當幾年兵,回去還有飯吃,還有個工作 你不好好當兵,你未來的飯都沒得吃 你家有什麼事誰管你啊,還不好好當兵 說白了,你只能跟著共產黨混 跟著黑幫混,跟誰混也不行 不但如此,中國的銀行,金融 現在銀行已經明確說你取什麼錢取錢 誰說是你的錢,黨一句話說不是你錢就不是你錢 現在取超過什麼,十萬百萬,你取取試試 哼,哼,傻的不佛了 明天,我一會兒馬上就準備開庭,明天開庭 然後呢,這週還是不能直播 但我盡量的錄視頻,好吧 兄弟姐妹們,不直播的日子不好過呀 想你們呢,希望國內的同胞們 親朋好友們,真正的照顧好自己 理性的看待未來的災難和苦難的日子 只有新中國聯邦能夠帶來機會 希望和尊嚴,不信你走走看